11月10日晚有网友爆料表示 王嘉尔其实是一个两面人 看似不安事事的样子 其实私下玩得非常开 并且经常留恋夜店约美女 在爆料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王嘉尔在夜店牵着两位网红 先后对着这两位美女贴耳 疑似亲吻 举止亲密 跟以往绅士的形象完全不同 另一个被爆出的视频中 王嘉尔在夜店中全场搂着一名网红 在和旁边的好友进行交谈 而王嘉尔并非第一次被偶遇了 不少网友纷纷拿出了 在夜店遇到王嘉尔的照片等证据 表示他也是一名沉迷夜店的玩咖 其中有一次王嘉尔在加拿大夜店的时候 被当事人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了 王嘉尔的搭讪行为 两人甚至后续还发展出了 非男女朋友的不正当关系